1.2 標準他16 1.6 然後 反正 不管怎麼考 還是有人很神奇的可以考90-100分 對不對 對不對 太神了啦 太神了啦 造成大家加分障礙啦 對不對 然後 這次女生還表現得不錯 對不對 然後女家啦 跟女生啦 對不對 還有那個一直坐在教室最後面 自己唸自己的書的人結型 而且考得不錯 對不對 哪一宗的啊 還是有哪一宗跟我們一起修啊 對不對 就前面這幾位 後面 後面還有很多啦 其實大家考得都還不錯了 只是說 那個 那個縱數居然集中在30分到40分 好 大家要小心 理論上好像把它算在40-50的樣子 含下線不含上線嘛 以前那個高中學的嘛有沒有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啦 啊 所以 根據老師 我去統計我 10 100年跟101年那個 下學期的當人紀錄 基本上都超過20% 對啊 超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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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之一強啊 對啊 好像五分之一強 對 比五分之一還多 對 已經接近25%了啦 對不對 大概在這個範圍內 然後 自己小心 你可以從後 你可以從後面數過來 你就知道 從後面數過來 你就知道哪些人該擔心了嘛 對不對 就後面數過來啊 你只要把它除 現在我們搬了還有100多個人 100多個人 除個20%大概就是20個人 不用 你就從後面算過來的時候 後面那一群就要特別小心了嘛 對不對 好啦 好 然後 有說過了 該不加分就不加分 喔 上學期有講號 對不對 好啦 那實際上就是這樣 禮拜三我們會發考卷 禮拜三的 哪一節啊 就是 那個 禮拜三下午第一節 我們會發考卷 OK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上課啦 啊 這禮拜六 有維基分金釋嘛 對不對 好 不要忘記喔 那這裡有報名的 你要自己上去看一下 有沒有在自己在上面 應該都有啦 對不對 我們可以進去給大家偷看一下 反正我們 我們只輸物理 我們只輸化學地科啦 輸的人只輸比他少而已 對不對 比人數 比人數第二名啊 對不對 82個人第二名 好 然後剩下的就是 按就自己點進去看一下 你自己有沒有在裡面 喔 反正 剩下可以加分的機會 就在這啦 有沒有 隨便考考 搞不好也再個五六分 對不對 這邊 這邊考個五十分 就等於期末考加五分了嘛 對不對 等於全部的總成績加五分了嘛 對啊 那還不錯啊 所以記得要去考一下 對不對 而且要考慮 搞不好考很簡單 大家就賺到啦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好 大家有同學問到說 那個 那個什麼 作業 作業加分的那個方法 如果你要想要教育級作業 反正就是老師會先出在這上面 對不對 啊你有空的時候 你就自己寫 啊基本上呢 因為 期中考之前啊 大家教得非常之混亂 因為呢 還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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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一個禮拜可以教兩次 所以教之後 教快十五次之類的 所以 也讓我不曉得該說什麼 不一定啊 那我可以寫十二之一就好 十二之一當然不能寫 我都寫no了 呵呵呵 十二之一都說不用寫了 只是 我只是把它 不小心把它列出來 列出來之後發現 好算了 因為都是畫圖的 對啊 啊畫圖 所以就是自己預期啊 看你想要預期到哪裡 請自己來 但是我們一個禮拜 再交一次好不好 不要交那麼多次 你想要 你想要每次都交也是ok啦 只是 只是到最後我把 那個期中考前的算法 就變成 因為有人交到十五次嘛 我就 我本來預期只有 應該可以交到七十或八十 竟然有交到十五次 所以我就只好暫時把那十五次 一次算1.5分這樣子 暫時啦 不過 情況可能可以再調一下 好 然後 反正就是 你可以交的話就是 上課前交給助教好不好 或是你有預期的部分 你就交給助教 那既然有人問到這個問題 反正作業這種東西 有人說 沒有 沒有分數 就沒有那個 交作業的動力啊 所以這裡 自己 老師應該也方案上面有解釋了齁 就是 你們自己都知道寫作業 對你們學習有幫助嘛 對不對 那 就寫啊 你最後是要貴的是微積分啊 又不是要那些分數而已 對不對 分數與老師如浮語 到最後老師就隨便可以給 不是啊 到時候老師 還是把勇敢的把分數加上去 然後加上去之後 他就分數就很高了 好 好啦 那 反正 你們意見調查 我有寫了一些回應啊 對不對 反正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那時候就已經跟你講了那個 那個 好題就在Moodle裡了 對不對 好 重點是本天不能按讚 好 很可惜 太可惡了 下次建議那個 學校多一個按讚的功能 還可以連結到Facebook 這樣就好了 好啦 畫圖作業 這學期當然難很多 好記得這學期一定難很多 因為等一下 你可以往十二章看下去 你就知道了 對 一定難很多 以上學期難很多 好啦 因為我們一定 我們已經快校不完了 所以我們認真的來上一下 來 十二章的最前面啊 十二點二啊 應該就是多變量的極限 那多變量的極限呢 本正 它沒有像以前想的那麼容易啊 這可以直接帶零零進去就好嘛 我們現在看下面這三個題目 這可以直接把SY帶零嗎 帶零零 行不行 帶進去 如果它是連續含數當然可以 但是這題呢 因為這零零那個點 帶進去怎麼樣 分不等於 所以呢 大概就不行了 對不對 好 那這零不行的時候呢 你可以有一些 比較奇怪的式的方式 舉例來說 你先看Y等於0 然後X趨近於0 對不對 好 那這樣看行不行 這樣看呢 你就可以看到 那原來裡面那個式子啊 就變成這樣子了 這個 就是 limit 我只看X嘛 X趨近於0 然後Y我直接把它當0帶進去 對不對 啊這個單位變多少 咦 對 所以就看到0了 好 很棒 然後再來 我繼續用 我繼續用 X等於0 然後我把Y也趨近於0 我用這樣子來看它 你會看到什麼呢 因為還是0 這是寫Y平方 這還是0 那你就說這個答案是0了嗎 不行 對 就是不行 對 如果是這麼簡單的話 我基本就不用考了 對不對 會是0嗎 當然不是啊 所以 所以說後面很難啊 就是這樣啊 會是0嗎 就跟你講 不對 錯 OK 因為呢 你還可以用更奇怪的方式去近於0 就是上次 老師寫在黑板上了 寫在上面了 如果我用X等於T Y也等於T 那我去看這個東西 T趨近於0 T趨近於0的這個答案 基本上也是XY 就會趨近於0 一樣的一個看法 OK 你就把X等於T Y等於T 帶進去呢 你就會看到 分子是T平方 這是T平方加T平方 這個算出來就是2分之1 對不對 跟你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所以因此呢 這一條極限呢 已經不存在了 因為你可以找到兩個不同的極限值 就是說從Y等於0去趨近它的時候是0 從X等於T Y等於T的時候 趨近它的答案是2分之1 OK 所以基本上這個 已經有0跟2分之1兩個答案了 所以最後結論呢 就是不存在 好 接下來啊 下面那個呢 這個 好 通常看吧 你也可以通常去看這個問題啦 就會說 這個東西你用 這個東西你用 S等於0 然後Y等於T去看 對不對 啊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什麼 啊就會看到 Limit 不用Y等於T啦 就Y等於T 就Y等於T 就好了 OK 啊你用這個東西 Y等於T去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 是X四次方 這個答案也是0 太好了 那 X等於T 那你用Y等於0 進去看呢 然後X再趨近於0呢 這個時候啊就會看到 是X四次方 對不對 這個答案也是0 太好了 這個時候 X等於T 啊Y等於T去看 OK 你會看到什麼 啊就Limit 啊T去近於0 T三方 T 4 加T2 這樣對不對 OK 啊你這樣子看 這個答案多少 啊 剛剛約的約掉 啊 T 7 0 T 可以約平方 對不對 啊就T平方加1 欸 也是0 OK 啊這答案是0了嗎 是 還是不是 我再換一個 S等於T 啊 Y等於NT 對不對 剛剛那一條 只有一條直線而已嘛 我把任何一條直線 我都把它拿進來玩一下 T去近於0 啊Y等於NT的話 就是 NT三方 然後就是 T平方 加 N平方 T平方 對嗎 對嗎 T四方 然後這裡就是Limit T 7 0 這邊會加上 N平方 T四方 T三方 錯 T平方 然後 NT OK 啊這個答案呢 你把T去近於0的時候 因為還是有分子 只要N不等於0的時候 這個答案 都是0 對不對 這已經四個都是0了耶 沒想到直線都是0了 這個答案到底是不是0 對啊 一定要在直線嗎 是0嗎 對不對 是0嗎 所以這個答案一定也是一樣 這個答案一定也是錯 即便你戴了四個之後 戴了四個都發現 有哪樣直線 看看他很多事情啊 這答案還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啊 他有一個非常中效尾的答案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沒上過課的 可能這題就會猜0 對不對 舉例來說 你在這裡啊 你把它 Y等於 X等於T 然後Y等於 不要用T平方 就直接用T平方這樣子 好 S等於T Y等於T平方 你把它帶到上面那個式子去看的時候 帶到上面這個式子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Limit T趨近距離 上面就會是T四方 這邊也是T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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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候考出來的時候 誰知道 誰知道要拆 S等於T Y等於T平方 帶進去呢 對不對 所以 剛剛看到這裡就知道 又不存在 所以 這種東西 沒那麼簡單 啊 然後呢 你會看到這三題完全沒有改什麼地方 那就是 純粹就是把上面的翅膀拿來隨便改一改而已 對不對 你可以隨便翅膀隨便改 你就可以改出很多不同的答案來 所以 這種 這種 SY區經濟零零的問題 該怎麼做呢 基本上 正確的方式是 你想要 你想要看它有沒有等於某個數L的時候 那也是 就是 正常的方式 存在一個delta 然後使得 √S平方加Y平方 小於delta的時候 然後 然後 的 剛剛那個F XY 減掉L 啊 它都要小一個F 這在00那個點的極限的時候 通常應該是這樣看 就是按照你以前那個 按照你以前那個方式 就是 不管 你要是什麼樣的正數呢 我都可以找到 在那個點附近有一個範圍 而且這個時候要找的就是一個範圍了 OK嗎 不是只是一個 不是只是一個趨近的概念而已 要找一個範圍 就跟你以前 在 微積分上的時候 那時候 我們要記不記得我們要找 X靠近 如果 X要趨近於3 你要考 X3附近的一個範圍 都要發生這件事情 對不對 不能找一個 比如說我找有理數據 逼近它答案都自己 不能像這樣 所以你一定要看 那個點附近的一個範圍 好 那個點附近的一個範圍 都要滿足這個特性的時候 我們才說它極限存在 所以現在 二圍的時候該怎麼看 二圍的時候 你就要看 這個點附近的一個範圍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通常呢 你需要跟 這個東西呢 像這種情況 你可以跟 那個 那個 S平方加Y平方 稍微 看一下下 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OK 舉例來說 啊 你就會看到 X啊 如果你看 S的絕對值的時候 S的絕對值 一定會小於 根號的 S平方加Y平方 這樣對不對 那你去看 Y的絕對值的時候 那一定會小於 根號的 S平方加Y平方 OK 如果你單看 S單看Y的時候 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特性 OK 啊 都會有這樣特性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來 中小微小帶 所以 基本上呢 X平方Y 它的絕對值呢 就會小於 根號 S平方加Y平方 它的平方 好 不用絕對值了 看 都真的 它乘上這一個 對不對 那所以因此 你就可以得到 剛剛那個式子啊 S平方Y 除上了 S平方加Y平方 這個的絕對值呢 基本上就會小於 根號的 S平方加Y平方 這樣對不對 OK嘛 啊 所以你有這樣子的特性之後 我就可以說 嗯 對每個F平方大為例 存在一個Delta 這個Delta就取F平方就好了 OK 好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 那個 很早以前那個什麼 F平方Delta的東西 又跑回來 對不對 這時候我就可以講 對每個F平方 對不對 大於0 那我存在這個Delta 我就直接取這個啦 對不對 那時的 根號 S平方加Y平方 小於Delta的時候啊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就有這個特性 對不對 這個S平方Y 除上S平方加Y平方 減掉0 這個答案呢 就小於 根號的S平方 只要 這等於Delta 這等於S OK 這小於D 寫錯了 小於 小於Delta 這等於S OK 這樣子 最後這一題的答案 真的是0 OK 這個答案真的是0 所以最後這題的答案啊 這個L啊 就會等於D 當然說到這裡的時候 你一定會想 問一些怪怪的問題啊 結果來說 我如果用這樣的方式去看上面幾個 會看到什麼結果 有沒有試過 反正課本 反正課本是按照前面這樣的邏輯這樣寫 寫其他的來了嘛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看看說 你不要看完之後 要不動給你腦筋去思考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它拿到前面去看一下啊 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來我們往上看 OK 往上看你看到這一個的時候 如果你用剛剛下面那種邏輯想要去 想要去正它的時候 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剛剛這一題 如果你想要像剛剛那樣玩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寫不出來 不是啦 你用X小於這個嘛 你說我們就把它邏輯拿來套在上面 玩玩看啊 那Y呢 也小於這個啊 對不對 那你SY 不小心就剛剛那小於 更好的S平方 對不對 沒有更好的對不對 S平方加Y平方 對不對 所以你把它一除之後 你最多只能證明它小於1嘛 對不對 OK嘛 當然這應該要等號 那個來形應該要等號 所以 你發現這個答案小於1啊 糟糕 所以糟糕你沒有辦法證明它 是一個 你沒有辦法證明它比那個0來得小嘛 對不對 沒有辦法證明它小於那個答案 然後在這個 你把它丟進去看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發現 呃 到時候你會寫不出來 因為分母根本沒有S平方 加Y平方 你連try都沒辦法try 像這個 這個就很難知道 很難知道它的答案是什麼 然後 最後呢 這個 就像這個其次的方程是 你可以辦法去猜出來那個答案 所以你看看你的作業裡面啊 如果你真的去想去做那個作業的話 有沒有 你就會發現一個類似像這樣的問題啊 它作業就是給你S的P次方 Y的Q次方 然後再更好 S平方加Y平方的 什麼N次方之類的 類似像這樣的問題 它就可以告訴你說 這個答案啊 如果最後答案要等於0的話 然後PQR要 PQ跟N要滿足什麼樣的條件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 拆拆看 就知道 它需要滿足什麼樣的一個條件 這樣OK嗎 所以基本上多邊數的極限啊 不是 那麼容易 就可以看得出答案了 不過通常也是那麼容易 就可以看得出答案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只要開出這一個 對不對 哎呀 對不對 你只要很勇敢的開出這一個 你想要問多邊數極限的答案呢 你只要把它的圖畫出來 看看它在原點附近的行為 你就知道 它在原點附近的答案是多少 這樣OK嗎 所以跟你說 教你那個 教你自己回去畫畫圖啊 不是叫你把作業交出來就好 是要你 當然重點就是要你學會 怎麼畫圖嘛 不然我們開這個作業幹嘛 挖個坑 給你們跳啊 對不對 就把木配的開起來 好 那你就可以去看說 對不對 比如說你想看的 這個 x 的 x 的 函數 x 的 平方 乘上y 除上括號的 我們先看那個 比較複雜的 加y 的平方 那我可以是 重複1 到1 然後y 也是重複1 到1 如果你真的把它畫出來之後 其實這個長得像是長這個 很噁心的一個樣子 對不對 這個很噁心的樣子呢 合和性的樣子 其實你可以發現說 大部分的答案都在你附近 對不對 但是接下來 你會很懷疑說 這裡的答案啊 看起來 有沒有 有一個怪怪的答案是這樣子過來的 對不對 因為這個高度是這樣過來的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 不太相信它的結果呢 你可以把它那個match 把它打咪一點 打錯了嗎 應該是 這種時候 就要按 就按F1 但是沒有F1 沒關係 沒有F1這樣按 你就可以從help裡面啊 看到裡面的結果 對不對 好 找找找找找 找一下 找一下那個網格應該要多少 match 網格要寫兩個 我忘記了 因為現在是二維的 所以就把match呢 那 一邊打一百個 這樣子按下去之後 你可能要等很久 因為他要畫一萬個點出來 然後再把這一萬個點把它接起來 OK 不過一萬個點 對地上來講是很快 所以你畫一萬個點之後 你就會發現 有沒有 這個上面那個答案很密 對不對 其實它是折起來的一個感覺 有沒有 但是其實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其實有一個 趨近於 二分之一的一個地方 對不對 其實你翻過來下面啊 其實下面也有 其實它不只可以趨近二分之一 它也可以趨近乎二分之一 OK 甚至其他答案有沒有 其他答案可能也有 因為其他答案 你有看到這裡立起來一條直線 對不對 立起來這條直線代表 你從這個方向過來的時候 就是 你原來這邊這樣繞過來到這裡 只要你從這個方向過來原點 你就會趨近這個字 所以最後答案是 它從 正二分之一到 負二分之一之間 它都可以趨近那個字 沒有 所以這個 很複雜 但是畫圖一看就知道了 我覺得說 剛剛畫一開始第一題的題目是這個 對不對 s平方y平方除 sy 對不對 好 那就這樣畫啊 畫完之後就會看到 這就更容易看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有看到 從這條線過來是1 對不對 從下面這條線過來是負1 其他中間這條 這個直直的槓槓 有沒有 它告訴你說 不管它是哪一個數值 都有辦法得到 從二分之一到負二分之幾 負二分之一之間 它都可以算得出來 好 最後一題 我們畫的是這個 s平方乘以y 對不對 那除上一個平方 叫y平方嘛 那你就這樣畫啊 反正 你要知道極限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要把它 那附近 全部畫出來 我全部一起看嘛 像最快 對不對 好啦 有沒有 雖然你會看到它有點轉折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雖然它附近是有點轉折 沒錯 但是 不管怎麼轉 不管你在怎麼加密 那個開口是不會合起來的 那個開口就是長那個樣子 OK 它不會把它合起來 趨近於另外一個數字 OK嗎 所以你會看到說 這題的答案應該是多少 這題的答案在遠點附近 就可以 遠點附近你找一個圈圈 這樣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外體附近 OK嗎 這樣有沒有問題 畫圖最快 把圖拿出來觀察一下 你就知道它的極限應該是多少 舉例來說再多個平方 我們大家都來一個平方 s平方 y平方 這個答案會變多少呢 就更好看一點而已 你都畫圖就知道 這是s平方加y平方 奇怪都沒有人畫這個圖給我看過 對不對 對不對 好像你們的作業裡面沒有人畫這些圖吧 好 所以就是這樣 就這樣告訴你說 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點在零點附近的多少 在零點附近的時候 這個答案也是0 OK 不過你可以從剛剛的證明就知道說 因為s平方小於s平方加y平方 y平方也小於s平方加y平方 所以基本上 這個整個除下就會小於s平方加y平方 所以很快就可以證明它小於 最後它的極限是0 所以大學對不對畫圖 那考試的時候我們能夠考畫圖嗎 當然不行啊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畫圖最快啦 考試一定不能考 所以這個章節就是教了不能考的章節 有沒有不能考 可以考也不存在的 所以下次看到這個就直接猜不存在對不對 蛤 最終能夠考就像這樣的問題而已啊 對不對 剩下的你很難 你很難把這個答案弄出來 考出來 如果要存在了 那就會變成一個證明題對不對 如果要存在 你就必須想辦法證明這件事情 在那個點附近的時候 那個答案都在那個點附近啊 所以那個 問題的問題是 你要把那個附近的答案找出來 就很麻煩 沒有說很麻煩啊 才是可以做啦 只是說 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還不如考後面的題目 那什麼是後面的題目呢 請注意以下的就一定可以考了 好不好 以下的一定可以考 偏微分的計算 保證可以考的 就是從12.3以後的東西 統統都可以考的 反正都是計算題 就叫你把一個函數微分對不對 不難算啊 舉例來說 一個函數啊 F XY 對不對 能不能算 他對X的偏導數呢 請注意他多變量的時候啊 多變量的時候呢 他會非常中效尾的 看偏導數的原因 是因為 如果我直接看 雙變量的時候 其實不好做 所以他最好先看一下 單變量 對不對 單變量的時候怎麼樣呢 就是 就是 這是一個雙變量函數嘛 如果要看他在0點那個極限 基本上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12.2告訴你的 你需要看那個給附近的數的範圍 但是呢 如果我用單變量方式來看的時候 我要看0點到附近的時候呢 我先中效尾的時候 X方向動一下 OK 我看他的答案變成什麼 我可以嗎 這就是X方向偏導數嘛 OK 如果去看Y方向上的答案是什麼 那就是Y方向上偏導數嘛 其他就說 Fasual Y 對不對 你也可以去問他Fasual Y之後 XY是多少 啊 這個東西呢 都比較簡單 為什麼比較簡單呢 因為 他都是一個單變量的問題 X 就是把Y多加一點點 然後去減掉FXY OK 在這種計算的過程當中 你有注意到 注意到很重要的東西啊 在這個極限裡面啊 在這個在算這個極限的時候 偏導數 定義是這個啦 定義是像這樣 但是 你在算這個極限的時候 你會發現 在這裡啊 Y通路沒有動對不對 他把Y看成常數 OK 你可以把Y看成常數 不是把Y看成 在做Y的偏導數的時候呢 在做Y的偏導數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XR看成是一個常數 因為在這個極限的過程當中啊 X有沒有動 沒有 阿有沒有在Limit下面 也沒有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把第一個變量 你在做X的偏導數的時候 你可以把第二個變量當常數 你在算第二個變量的偏導數的時候 你可以把第一個變量當成常數 OK 好 所以就是他的下面的方法了 等一下我們再算一下 舉例來說啦 方法一 來 以前曾經教過的 基本上 老師以前教你就是 12張 從一開始教的 就是從12張開始教 可是沒有人發現 現在發現了 來 那個 方法一呢 你還記得DA怎麼算嗎 對不對 如果告訴你X不是X 這很久以前都教過了 把它拉下來一點 來 很久以前就教過了 要算這一題之前啊 你需要 你需要有很久以前的記憶 對不對 D1的X 對不對 啊 等於1的這個東西 對不對 D1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啊所以DA呢 基本上就會等於D1 1 啊這個框框裡面呢 你可以填S平方加Y平方 對不對 然後 啊就會等於 1的 這個東西 啊 你這要再把它寫一寫之後呢 1的S平方加Y平方 那乘上 後面那一項的微分呢 就應該是2X乘上DX 再加上2Y乘上DY 對不對 因此啊 你把它寫出來的答案呢 就是這一個 你本來一開始寫出來的式子 就應該像這樣的一個 非常clear的一個式子 就是按照你的以前的D的方式去寫 你就會寫出這個答案來了 對不對 然後呢 當你想要計算這個時候啊 這個時候啊 算哪個 稍微拉一下 當你想要算對X的偏導數的時候 算X的偏導數的時候 基本上呢 它就是把Y當成常數 把Y當成常數的時候呢 也就是DY要怎麼樣 DY應該要等於0 OK 所以偏導數的第一個式子啊 我是不是跟你說 最後一開始這裡寫出來的這個結論 有沒有 這一下 就會是 partial F partial X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把DY 把它設成0 也就是Y是常數啦 Y是常數的情況之下 把Y看成常數的情況之下 那你就看到DY等於0 那這時候你看到的DA 就會只剩下 1的S平方加Y平方 乘上2X乘上DX OK 所以這時候你的 DADX啊 你就會看到類似像這樣的答案 這樣對不對 OK 就是你把Y常數的時候 DY就是0 所以 這時候你就 A的變化呢 就會是這個東西 等於X的變化量 那所以 DADX就是這個量 那也就是 因為 你現在答案這是雙變量函數 雙變量函數呢 你不能直接看它的那個 你不能直接把一個東西鎖起來變成0 OK 所以它只好呢 改用了另外一個符號 也就是 partial這個符號 OK嗎 就是用偏導數這個符號 因為你還有Y有可能變 所以真正的總的變量 A的總變量是什麼呢 就是 X的變化 乘上S變化的一個增加的程度 Y的變化 乘上Y的變化 所增加的一個程度 然後再加起來 就是A的總變化量 OK 那所以當然 同理你就可以增出來 後面這一項 後面這一項 這項應該就是 partialF partialY OK partialF partialY 因為X是常數 X是常數 就可以看到這個結果 啊 你要用定義算喔 就 除非是很複雜問題 你才用定義去算 不然呢 通常 直接這樣算一算 應該可以解決很多事情 好啦 方法二 就是如果你不是像 如果你以前用低黑的方式 已經低習慣了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答案算出來 方法二呢 方法二是把 Y當成常數 你可以就直接圍下去 對不對 A等於1的X平方加Y平方 這時候你要想要把Y當常數的時候 所以你的partialA 你要把Y當常數嘛 這時候你要怎麼想呢 那就是1的 然後乘上 二維X嘛 這維我維得太快了對不對 那你以前還要記得 對指數的微分的時候 對指數微分的時候 是把它自己再寫一次 對不對 乘上對指數的地方的微分嘛 那在指數地方微分的時候 這裡的Y你要看成常數的話 那只有對X要微而已啊 OK 只對X微喔 只對X微就微出2X 就這樣 可以直接把答案寫出來 也不錯啦 也是一種很好的方法 好 所以 fA fY 它就是直接用這樣的方式 加Y平方乘上2Y 加Y平方乘上2Y OK 例子不夠多 再來一下 鎖寫怎樣再來講 好 舉例來說 對不對 可以用其他問題來看的話 fXY 啊就隨便亂寫一個多像式 對不對 多像式才是大家熟悉的嘛 加Y的四次方 好 舉例來說它這樣亂寫 對不對 fSY啊 等X三次方Y 加X平方Y平方 加Y四方 好 啊這時候如果你想要算 partialF partialX的時候啊 對不對 這個答案就是什麼 這個答案就是 請你把Y當成常數對X做微分 好 把Y當成常數對X做微分 第一項會圍出3S平方Y 第二項呢 會圍出2XX乘上Y平方 第三項的微分是0 因為Y是常數 好 所以你要把第一項要當成0 來 啊如果是這一項呢 它就Y呢 好 啊 2Y是微分的時候 第一項微出來是X三次方 第二項呢 是X平方乘上2Y 第三項呢 是4Y的3次方 OK 好 所以這不會很難寫啦 反正就是 你把其中一個當常數 然後把它微分為下去 就對了 我相信這個問題 對大家來講 應該是很簡單的啦 好 來 很簡單 又要看難一點啦 可嗎 可嗎 這要難一點呢 有多難喔 就是 常常會看到的啊 常看考題之一 對不對 請問這個式子 對X的偏導數是什麼 對Y的偏導數又是什麼 好難啦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 如果你想要知道 partial f partial x 是誰 哇 慘了 請來記得 attention的微分是什麼嗎 記得齁 記得齁 記得這個答案應該就是 1加什麼東西的平方 分之1嘛 對不對 啊現在你這問題是 你這裡面寫的 是不是只有實寫X 不是嘛 所以接下來就是 1加什麼東西的平方 分之 這個式子 對X為分嘛 OK嗎 按照你以前的方式 只是以前你寫prime的地方 現在呢 要掛的是這個符號 OK嗎 這對X做偏導數 那做偏導數之後 這個答案就 -1S負了 所以就是 負的 S平方分之Y 然後呢 1加上 S平方 Y平方 稍微再化解一下 就可以看到 S平方加Y平方分之 負Y 啊 稍微再化解一下 啊 稍微再化解一下 應該對啦 就這樣 分子分母通常S平方 就可以看到這個結果 來 這對Y為為什麼 對 分母就應該一模一樣 對不對 1加上 S分之Y的平方 那分子呢 就是 partialY 對Y做偏導 對Y做偏導 就為出這個答案來啦 1加S平方 Y平方 X分之1 因為你對X值 你只把Y圍掉 Y Y是一個 就是一個數字 Y是一個多項式 所以把Y圍掉就變1 反正最近看導數 B 反正就會 雙效尾把Y圍分變成0 不曉得 該說什麼 不重要 所以 所以最後你把它同時乘上S平方之後 你就會看到 這個答案應該就是這一個 OK嗎 所以基本上 對SY做偏導數 其實不難 OK 然後通常偏導數的縮寫 有幾種方式 就是 partialA partialX 通常的縮寫方式 你可以寫成A 然後下標一個X OK 然後 partialA partialY 通常你也可以寫成A 然後下標一個Y OK 那 另外一些寫法 舉例來說 A如果是寫成這樣XY OK 他也可以寫成A1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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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個怪怪的縮寫 課本上你會看到這個 這種方式的縮寫法 對第一個變數做偏導數 OK 這是對第二個變數 對第幾個變數做偏導數 就是對第二個地黃 對第二個調數 是對第二個變數做偏導數 對第二個變數做偏導數 對第一個變數做偏導數 OK OK 好 還有 十分腹 殘缹 另外一種寫法 如果你用D的寫法,就是你會寫出DA 就會等於A的X乘上DX 然後再加上A的Y乘上DY 就是你把那兩個式子 如果A沒有幫你寫出來的時候 A是寫著像這樣怪怪的式子的時候 他就可以告訴你說DA的答案是A的X乘DX加AY乘DY 你要寫成A1、D1也可以啦 老師只是比較習慣寫成就是XY 你要寫成A1、DX加A2、DY我也不反對 只是說通常你符話要比較好認的話 建議還是對X的偏倒數寫成A3X 對Y的偏倒數寫成A3Y 你以後會比較好認 寫跟妳講X一定是第一個變數的 好啦 這個式子啊 剛剛已經考過了 我已經不小心把它寫在上面 可是剛剛寫的跟它不一樣 這個式子我們大概也考過了 就是 舉例來說這個問題就可以問你說 把它拉回來 OK 像剛剛這個F等Y分之X的這個 這個答案呢 例對X的偏倒數就會是 假設例是F的Y分之X的話 它是F的微分乘上Y分之X 乘上對X的偏倒數就變成Y分之1 然後呢 例對Y的偏倒數這個都可以算 例對Y的偏倒數就是 你就可以像這樣把這個答案啊 把它寫出來 OK 它就是可以這樣慢慢寫 只是你可以把這個看你熟不熟悉啦 就是剛我只是把剛那個 把那個式子啊 稍微把它寫一寫而已 這樣OK嗎 那所以基本上啊 你就會發現 Y如果乘上Z的X 就會變成這一個嘛 那你把這個 X乘過來 除過來 然後Y 平方乘上來 就會變成像這樣嘛 F Y分之X R有個負號 這裡就會有個負號 然後你很不小心 再把這兩個式子相加 你就會看到一個 課本樣一陣的事情 沒有說課本樣一陣的事情 你把這兩個式子相加 那你就會看到 Y乘上Z 加 XY乘上Z 這答案會等於0 OK 那你把Y再約掉 然後 X乘過來 你就會看到 X乘上Z 加上Y乘上Z 對Y的偏導數 如果有滿足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基本上呢 它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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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的偏導數 它是一個 Y的偏導數 如果有滿足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基本上呢 它是一個 X乘上Z 它的一種解的答案呢 就是Z是 Y分之X的一個 函數 OK 聽用嗎 就是我們先推出來給你看嘛 就是 我們先從這樣子推嘛 就是 如果只是一個 純粹是 Y分之X的函數的時候 它會滿足什麼樣的一個特性嗎 OK 它會滿足現在這個特性嘛 6分X是這一個 6分Y是這一個 然後點點點點點算算算 來之後就看到這個答案 這個一定大家沒見過 哪一個大家有見過的 好 假設某一個函數啊 Z啊 它等於F的 X減掉CT 這有沒有看過 請問Z對X的偏導數 再加上Z對T的偏導數 再加上Z對T的偏導數 然後再乘上C倍 減掉C 這個直接算給你看好了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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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好出大絕招 把他關機在前面 回來了 Z對X的編導數就是f±x-ct 乘在X 裡面對X為分的話就是剩下1 Z對T的編導數就是f±x-ct 然後再對T的編導數就是-c 所以你會發現 Z對T的微分 加上C乘上Z對X的編導數的答案 這答案是0 這個是總有見過了吧 剛剛ZSZY乘上S沒看過就算了對不對 Zt加上C乘上Z對X的編導數的答案 這有沒有看過 沒有啊 見過了對不對 還是你要寫這個才有 f±t f±u 加上11的f±u f±x-1 沒什麼差別嗎 是一樣的啊 這是那個波在移動的一個方程式嘛 對不對 我還不要再寫X加Ct跟N-Ct 再把誰也把它弄進來 然後再去算Z對T的兩次編導 因為還沒到兩次編導 不能來個Zt等於C乘方 ZxS之類的 現在整一次編導啊 所以一次編導我整搞這個啊 對不對 對啊 波傳的一個方程式嘛 advention equation OK 好 來啊那個 它的意義啊 它的意義 Zx的編導數 代表X動一點點的時候它的變化 Zy的編導數代表Y動一點點的時候它的變化 OK 這基本上就可以去探討說 它數字的變化是什麼 跟它的切平面是什麼 看來應該快沒有時間了 啊這個數字的變化喔 就跟以前那個一樣喔 就是 還記得以前有一個 有一個非常多變量的函數 C 等於 C平方好了 A平方加B平方 A平方-2abcosθ嗎 這數字應該沒超過大家範圍啦 這數字是高中的 三角函數第三邊邊長 對不對 滿足這個答案 於懸定理嘛 對不對 你可以把7平方呢 這次我們終於可以用多變量了 因為呢 你可以看A的變化 B的變化 以及ABθ的變化 你可以同時一起看 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叫做F好了 不要寫它叫C平方 我們把這個叫做F的 A跟B跟θ 三個變量的時候 你也一樣可以做 切平面等下再來 啊這時候 記得上學期曾經考過嘛 對不對 partial F partial A 這答案會變什麼 就是2A 對不對 減掉2Bcosθ partial F partial B 對不對 這個是2B 他再減掉 2Acosθ 對不對 可以繼續算 這個都是你們現在可以做的喔 就是考題裡面會常出現 對不對 終於可以考到這個了 partial A partial F 這個呢 是 cos微分是負散 所以剛好是 2A 2A sine θ OK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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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話呢 所以那個DF啊 DF的答案呢 就是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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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2B cosθ 乘上了 DA 加 加 2A 加 2B 還記得嗎 算 不重要 反正 現在就是這個三角測量 這個三角測量呢 舉例來說 這個三角測量 兩個簡單一點的 這邊是三 這邊是四 這個答案沒什麼好說了 應該是五吧 對不對 不一定啦 應該要畫一個直角 應該要畫一個直角 好啦 這個時候 345的直角三角形 你現在知道他是直角三角形 廢話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在量度這個直角三角形的時候 量這邊三的時候 誰跟你說做出來一定是三的 對不對 誰跟你說這個標的三的 那個長度一定是三呢 對不對 而且老師現在三跟四台 標的不太對 應該是三要不要這裡 四要不要這裡 對不對 光看就知道長度不對勁 好啦 三跟四台這邊 誰跟你說三一定是三 對不對 誰跟你說 B一定是四 誰跟你說這個C台 一定等於二分子拍的 沒有啊 對不對 所以只是 如果你量三的時候啊 你在做這個直角三角形 的時候 做那個三的時候有個誤差 對不對 有個誤差 就是DA的答案啊 等於0.1 對不對 然後 這個呢 還可以有個誤差 允許誤差也是0.1 對不對 那角度再量的時候呢 你的角度的誤差也可以是0.1 對不對 隨便會亂下掰了 所以基本上 最後 你的DF最大可以到多大呢 最大就是 這樣子啊 3乘上A A是3嘛 減掉2乘以4 乘上 cosc它是0 cosc它是0 好 太好了 他乘上DA是0.1 加上2b 2b就是2乘上4 他再減掉2a 2乘上3 cosc它是0 他乘上db是0.1 加上 2乘上3乘上4 乘上390度是1 dc加上是0.1 OK 所以基本上 你就可以去估說 如果這邊比 3多了0.1 這邊比4也多了0.1 這邊比角度呢 比90度再多了0.1 0.1是0.1弧啦 0.1弧度 所以基本上 可以知道說 這邊呢 這個c平方呢 c平方應該比 剛剛那個答案多這麼多 OK 這個是從數字上 直接可以把變化量直接酸出 的一個方式 來 下課休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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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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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ttt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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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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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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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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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